来讲正手的一个下旋一个上旋 就是正手下旋拉一板 正手上旋连接一板 我们从正手的开始讲 那球转 第二个球不转 而大家平常在打一个下旋一个上旋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来先说一下容易出现的问题 然后再来教大家比较正确的动作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改正 好不好 我们在这个一个下旋一个上旋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把第二板的上旋的动作 做成下旋动作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第一板的拉球 好大家来看 比如说我第一板的拉球向下引拍 那我第二板的拉球大家来看 你看 我还是向下引拍 对不对 就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在第二板 我就非常容易出现翻轴 是不是 学友们 我非常容易出现翻轴 那么这个球可能也会往上出界 往前出界 出界比较多 或者是往上翻轴 大家在第二板上旋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导致大家一出现出界就开始干嘛 边拉边向后退 那么其实打着打着也就越退越远了 那么越打越没自信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 大家呢 今天听完 发球机 这个用的比较久了 这个用的比较久了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我们呢 可以先去区分动作的运行轨迹 也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 运行轨迹 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当中 我最会先说到的 因为你只有动作的运行轨迹 对了 那么你在打球的时候 这个球你才能发上力 那么为什么我刚刚第二板球 我总是会漏球呢 大家来看啊 你看 看 会出界 对不对 是不是 第二板会出界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在第二板的动作运行轨迹错了 而大家呢 现在也会在一个下旋 一个上旋的时候呢 来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今天先来把正手给解决了啊 那么在这第一点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运行轨迹 在正手下旋跟上旋运行轨迹当中呢 我们下上旋的弦机啊 下旋一定是怎么样的啊 来在这边跟大家来说啊 说动作 我们呢在下旋球的时候啊 我们在下旋球的时候啊 动作的运行轨迹 是不是都会向后下方引爬 右后下方引爬 对不对 这个是没错的 然后这个球是不是就拉出去了 但是第二板的运行轨迹 大家还是往下放 这个就错了 我们都知道啊 上旋球它是前后运行的 当我们的手是下上走的时候 这个球就 很容易出界并且你合不上力的 是不是球们啊 那么我们应该在第二板的时候 你的运行轨迹 变成右后向哪里 向左前 这是运行轨迹 大家听明白了吗 右后你的动作应该是 右后至左前 那么下旋球 右下至左前上 右后至左前 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 一个动作的运行轨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球们肯定就会说 哎 这个我 知道 但是呢 我一拉球 是不是球们 我一开始引爬拉球 我就不知道这个手该怎么放了 就容易摸 那么这里啊 跟大家说一下 第二点 还原的技巧 来我先问一下球们 这个动作的运行轨迹 大家现阶段能够记清楚吗 如果能的话啊 大家可以给我打一个1 好不好 我刚刚说到的 下旋跟上旋 两板记住了啊 就给我打一个1 好不好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啊 感谢却我们的支持啊 好 这是第一点运行轨迹 那么第二点 我们说还原 我们把这个运行轨迹 给它连起来 解决掉啊 那么当我们由下旋 转至上旋的时候 首先大家要第一点 解决的是还原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其实这个还原 我个人认为啊 交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 我们下旋 拉完球之后 这个时候 大家来看 咱千万别回到你最开始 这个位置 大家看见了吗 有些却我非常喜欢 拉完球 把手放在这儿 那么下一板球过来了之后 肯定的是这样 够着球 拉大手 要么就干嘛 反手 这么去打 这肯定是不行的 一个小妙招 告诉大家啊 我们在下旋 拉完球了之后 大家来看啊 侧面啊 侧面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下旋 拉完球了之后 对不对 你可以运用重心 大家来看一下 我的腹部啊 我的上半身 重心的还原 我的手现在没有任何动的 看 运用重心的还原 把手向回 拿一点 就完全可以 这是你第一步 下一拳 拉完的还原动作啊 求我们千万不要说 哎 我下一拳 拉完球 我还原到这儿 你说球这么快 你还要走这一点 你还要再去引号 是不是 咱就慢了 咱就慢在这里啊 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说 第一板 拉完球 手就放在这儿 先别动 你可以跟随你的身体 向后啊 看 跟随你的身体啊 这是我的身体 大家来看 向后走一点 这是你在下旋球 拉完需要做到的 那么第二就是 当下旋球变成上旋球 因为你拉的球越转 别人怎么样 防过来的球 很弹的啊 又弹 可能也会有点高 并且还很顶这个球 是不是 球们 所以说 我们在第二板的上旋球 手从这个位置 直接向后拿 看见了吗 球们 看 手从这个位置 直接 向后拿 那么我个人感觉啊 大家现在呢 在打上旋 拉球的时候 先别去想着 哎呀 我什么向下转 又向下这边倒啊 球们就会容易 他手向下放 我个人啊 告诉大家 在下旋球 转上旋球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 水平的转换 大家来看啊 下旋球 对不对 上旋球 这两个 是不是大家现在 能够看得非常出来了 啊 非常清楚 来 大家再来看一下 下旋球 拉完 上旋球 看见了吗 这两个动作 应该做成一个连续 所以说在第二点 跟大家说到的 一个还原的 两个小妙招啊 帮我们把下旋 跟上旋 动作连接起来 一个是 下旋 拉完球之后 你可以 你的手 可以放在这 跟随身体 你看 向后稍稍有一点点的还原 那么当球 再次到正守位的时候 大家来看 直接 水平向后转 是不是 跟我们刚刚说的 运行轨迹 上旋球 向右后 至哪里 至左前 动作的运行轨迹 是不是 就完成了啊 大家现在可以 左手拿着手机啊 右手跟我来 做这个动作 大家来看一下啊 下旋 上旋 好 再来看一下 下旋 上旋 是不是 再来 下旋 上旋 没有任何一点 多余的动作 那么我相信 大家刚刚看了我 两个动作之后 基本上就能够非常的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球我到底是下旋拉 还是上旋拉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啊 考一考大家 好不好 我先来问一下球们啊 啥时候带火 你这话说的 先来讲课啊 这个我先来问一下大家 刚刚我说的 还原 跟上下旋的 衔接的引拍 大家怎么样 听明白了吗 这两个点啊 先跟着我的思路来啊 如果听明白了 大家给我打一个666 好不好啊 如果听明白了 大家打一个666 我来考一下大家啊 大家可以给我打一个666啊 感谢求我们的支持啊 咱们如果喜欢 星态的教学的话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加一个灯牌 好不好 我们点一个关注 加一个灯牌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好 大家呢 我先做第一个动作 大家打出上或者是下啊 大家来看啊 我们打出上或者是下 好 第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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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还是上 我没有任何的发力 大家下 看 好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下还是上 就我们下还是上 上 是不是 现在动作 大家都能够分清 所以说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做动作 你先把动作 先给分清 你不能说 自己的动作 哎呀 下拳也是这样 上拳也是这样 那么你在打球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运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 你会感觉 哎 怎么下拳球 跟上拳球 这么像 是不是 是因为这些 我们都是最开始练到的 而我们这么像 是因为球太快了 但是我们的重心 不会像我刚刚的 这个给大家做的 这么明显 好不好 所以说 大家刚开始练的时候 如果你的一下一上 打不好的话 先去找准 自己的动作的运行轨迹 你自己首先来分清 第二啊 当你能够分清 你动作的运行轨迹之后 其实对于别人来说 就像大家刚刚能够看到 我打球的时候运行轨迹 其实也是一个预判 一会儿我们会在最后面 来给大家讲 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 加个灯牌 那么呢 第三就是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你的下拳球 拉完球之后的还原 以及你还原后 衔接的上拳球 这个动作 它应该是一气合成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不能打完之后 哎 我在这愣着 腿也直了 手也僵了 下面球一来 都落在你球台上 哦 你才引牌 那你这个还原就不对 应该是什么 你看 我拉完之后 这个还原是我时刻 要启动找球 没有任何的停顿 你不能说 哎 我停在这了 我跟照相一样 是不是 下个球来 我还不知道 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你拉完球之后 因为球非常的快 拉完球 下一板就直接过来了 好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我给大家再做两个吃饭 好 大家先来看一下 看 是不是 下旋 上旋 是不是 看 下旋 上旋 下旋 上旋 对不对 两个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 做得非常的清楚啊 所以说 这是我们今天 下上旋 首先说的第一点 运行轨迹 以及手的还原 再给大家 拉五个球 好不好 再给大家 拉五个球 然后呢 这个 你怎么还原过来的 我怎么还原过来的 这刚刚不是交了吗 我打的这个慢一点 这个发球机 应该现在是最慢了吧 我打的慢一点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再给大家做五个 再给大家做五个 好 大家来看啊 一 二 是不是啊 看 一 二 看 我的手 从来说 就没有往下放过 我在下旋 转上旋的时候 我都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求我们看 一 二 我没有说 一 二 没有吧 所以说 怎么交的 大家就按着怎么来 好 再来看一眼 看 一 二 再来 一 二 一 二 再来 一 二 看见了吗 球们啊 我每次打完球之后 因为这个球太慢了 我都在等它的 但是大家平常在打球 这个球肯定不可能这么慢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是 一 二 看见了吗 这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来问一下 手上 以及 手的运行轨迹 以及手的还原 大家怎么样 听明白了吗 看明白的球友啊 给我打一个一 接下来我来教 这个身体的重心的还原 以及步法怎么连续 好不好啊 球们 大家呢 可以听明白了 打一个一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 身体的用力还原 那么我想 我想先提问一下啊 如果是我的铁粉啊 或者是经常听课的球友 我来问一下 大家还记得 正手的转重心的顺序吗 你正手转重心 蓄力的顺序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记得 我们可以打在屏幕上 好不好啊 看着会 一打就错 很正常啊 非常正常 因为这个需要大家 不断的去练习 讲课只是为了让大家 少走弯路啊 这个你还是要练习 不可能说大家 一看就会 对不对 更多的是 大家看了 及时的去练习 这今天的讲课才有用啊 太干货了 必须的 我们直播间 没有什么这个 啰嗦的废话啊 就是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所以说来了就学干货 大家喜欢形态 就点个关注 加个灯牌 支持一下啊 嗯 好啊 大家没有人记得吗 我们真的没有人记得 转重心的顺序吗 正手转重心的顺序 大家有人记得吗 我看一下 是我这边的弹幕滚动的 太慢了吗 没有人记得吗 跨腿脚 雄鹰非常棒 对啊 我们呢 在引拍的时候啊 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 跨腿脚啊 你在转重心蓄力的 这个环节 它一定是 大家来看 我无论是下旋 正手拉 还是上旋的 正手拉 它全部都是 在你引拍的时候 要用到的 应该是 跨腿脚 大家再来看一下 我在引拍 侧面大家可能看更清楚 我在引拍 跨腿脚 看见了吗 好 引拍 跨腿脚 再来 引拍 跨腿脚 这个是 引拍 蓄力的顺序 就我们这个 千万不能错了啊 这是引拍的啊 无论你是下旋球 还是上旋球 你的引拍的顺序 都应该是 跨腿脚 那么大家现在可能会问 心态你刚刚说的 运行的轨迹啊 下旋球要向右下 对不对 上旋球要向右后 那么呢 你这个用跨腿脚 我应该怎么动 我现在觉得很多球 应该有点晕啊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当我是向右下的时候 大家来看 我的跨 我的跨都是正常的向后收 没毛病啊 但是 如果说我向下更多 大家来看我的膝关节啊 看我膝关节弯曲的程度 是不是也会更多 这个踩力会更多 所以说啊 当我向下的时候 绝对不只是 手向下放啊 这个手 它完全是跟随 我身体的重心的 你看 我手放在这 我身体重心低了 你看 我身体重心低了 是不是手就低了 我身体重心高了 大家来看 我转重心的时候 是不是手就高了 所以说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明确啊 为什么 先来说的是跨腿脚 是因为很多球 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很容易 当听到向右下 或者是向下的时候 这个手 看 很多球 一定会有球员啊 现在 我直播间的球 一定会有 看 手就往下放 这个是不正确的 先不要去管手 看 手放在这 跟随你的跨腿脚 当我的重心 我拉下绝的时候 我跨腿脚 同时跨收 重心向下 我的手 其实自然而然的 就向右后下方了 是不是球呢 这个应该 比较简单 大家都可以理解 大家不信 可以去试一下 手就放在这 跨腿脚 蓄力 好 那么呢 如果说 我是上拳球的话 水平转换 那是用什么意思 跨正常向后收 我的腿 不用向下压这么多 而是 大家来看 水平向后转 看 向后转 就完全可以 这是引拍 蓄力 因为跨腿脚 是可以让大家 正好蓄到力 有空间 有时间 去发力的 那么在 机球的时候 它应该是 脚腿胯 大家来看 引拍 跨腿脚 机球 脚腿胯 再来 引拍 跨腿脚 机球 脚腿胯 大家可以把这个发力的顺序 引拍 以及发力的顺序 大家打出来 自己呢 多做几遍 左手拿着手机 右手跟着心态 看 多做两遍 去体会 这个感觉 这个 以及呢 我们在 正手下圈拉的时候 这个只是定点 你的身体 需要的 你的脚下 需要用到的 重心转换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球 它怎么样 不可能 一直是定点 对不对 我可能呢 这个球 你看 第一板在这 第二板就干嘛了 到这个位置 也有可能是 第一板在这 第二板在这 有可能是 第一板在这 第二板还在原地 那么我们 下旋转 上旋的时候 这个脚 除了我知道 怎么转中心 那么这个步伐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 我们都很想知道 是不是 大家 应该都非常的想知道 好 我来说一下 我们手跟大家说了 重心跟大家说了 转换蓄力 也跟大家说了 接下来 我们把步伐 给大家结合上 基本上 这个下旋 转上旋 当我们有基础之后 通过这四点 大家都可以游刃 有余 这个去解决啊 我们的这个 脚下的步伐 只要你的 每一板下旋 拉完球之后 什么意思 让大家来看 我的下旋 拉完球之后 我并不是原地的 去颠这一小步啊 去动脚 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 下一板球在哪 对不对 大家来看 就按照我刚刚教的方法 你拉完球之后 大家来看 拉完球之后 手就放在这 看我现在是不是停了 如果说下一个球 在现在的这个 发球机的位置 大家来看 一 二 看见了吗 这个速度 看 一 二 你拉完球之后 你要盯着对方 要去算这个球 其次 你下一板过来的球 我们不能原地的去跌 也不能平行的去滑步 因为平行的去滑步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拉过去的球又转 是不是 对方正好防守 借着我们摩擦的力量过来 这个球又顶又弹 可能有时候还会有点高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说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你看我拉完球之后 这么近的距离横向移动 这个球我必然会被顶 所以说我才会架走 才会往上 那么我们的这个步伐 大家记清楚了 只要你的正手 下一板衔接的是正手 无论是正手衔接正手 还是你的反手衔接正手 我们都要向你的右后方 去进行滑步 什么意思 大家来看 我们在移动当中 不要平行的移动 而是要向 看向我的斜后方 看见了吗 球们 再来看 向我的斜后方 去进行移动 这是一个关键点 你哪怕说 我稍稍斜一点 行不行 也可以 大家根据自己的动作 平常的习惯 但是切记 不要拉完球之后 你看 平着移动 那你这个球 一定是被顶的 一定是被顶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或者现在咱们就做做动作 你看 你就模拟一下 正手下肩拉起来一板 看 向你的斜后方 那么我们同时在移动当中 去进行重心的转换 大家来看 移动当中 去进行重心的转换 同时去寻找 跨 腿 脚 带动 你的手 向后方 平行的 引拍 是不是 整体 全部都结合上了 所以说大家 在听刚刚的每一个细节 每听第一个 要跟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要跟第三个结合 第三个要跟第四个结合 这样的话 大家在听课的时候 就会把每一遍的知识 给串联起来 好不好 大家再来看 我们刚刚讲到的步伐的一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你在正手下肩拉起来的第一板 你的第二板 不能进行平向的移动 而是需要去向你的右后方 去进行让位 这个位置尽量适度 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是 你的下肩球转上肩球向后 宁远 不进 什么意思 你看 我进了 我就被顶着 对不对 但是我适度的 稍稍的远一点 如果说这个球短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 大家来看 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引盘晚了 引盘好了 这个球短了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左脚上步 是不是球们 我可以左脚上步呀 你看 如果说我发现这个球短了 我可以干嘛 左脚的上步 但是呢 如果说我现在被顶了 我应该怎么办 我肯定是向后去仰了 所以说宁远无尽 大家在正手的这个环节 首先去找到动作的运行轨迹 其次去找到动作的还原 把动作的运行轨迹结合起来 你下一拳拉球的之后的还原 以及向哪里 向右后方的引盘 结合上 这个还原就是你拉完之后 手别放下来 拉完之后 手就在这儿 跟随身体 稍稍向后一点点 然后去找到下一板的球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体的跨腿脚的蓄力 以及边移动 边转换 向右后方 向你的斜后方 右后方大家总是会晕 向你的斜后方 看 向你的斜后方 进行边移动 边引法 并且这个下旋球变成上旋球 你的上旋球 一定要水平向后去进行转换 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不然大家呢 总是会 总是会把这个手往下放 造成翻肘 是不是 好 来啊 我给大家打两个 怎么样 去我们啊 这个关于步法 对 斜后方啊 来我问一下去我们 关于这个步法 大家怎么样 理解了 给我打一波666 好不好 给大家示范两个 然后呢 我们来把反手给讲了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咱们这个没点关注的 点个关注 加个灯牌 好不好啊 我们点个关注 加个灯牌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星泰的 可以给星泰点点赞 点个关注 加个灯牌 支持一下啊 好 给大家这个 示范两个啊 好 来看一下啊 一 二 对不对 看 一 二 一 二 再来啊 一 二 看见了吗 这个是整体的动作框架 那么我来打快两个 好不好 我这个刚刚慢了啊 给大家现在呢 加快一下 啊 一 二 一 啊 是不是 这颗手我就下拳拉完之后 你看 我就没往上 没往下放过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球嘛 这个球我拉完之后 我的手就没再往下放过 都是这样 一 二 是不是 啊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在动的时候 一定要下上拳 把它给分清了 不然我们打到最后都是这样 一 二 看 一 二 向后撤步 不明显了 是因为我这个都是定点 啊 没看见我刚刚往前上了吗 我还专门往前上了 是因为这个 它发球就是定点 它不可能说 百分之百 像人一样智能 呵呵 对不对 啊 呵呵 这个 这个没 这个没法说 总不能 总不能说 让机器像人一样智能 这肯定不能了 所以说怎么样 大家今天的正手 应该是这四个小技巧 都学会了 很简单 是不是 如果说你现阶段啊 正手下拳拉会 正手上拳拉也会 学会这四个小技巧 咱们把这个两个技术 结合起来 到比赛当中 它就是一个战术 你看我发完球 我正手拉一板 正手再连一板 是不是 三板球 啊 这个总比大家平常 哎 我拉起来一板 然后后面一个球 我自己加力 我拉不上 总是初见 好我开始碰一板 被别人给拉 是不是劝我们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咱们没点关注的 点个关注啊 嗯 我们呢 这个没点关注的 点个关注 加一个灯牌 好不好啊 我喝一口水啊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反手 大家 我发现了 速度 转发